在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以及市议员张耿辉一起陪同关心宣导下 基隆市卫生局长张贤正带头到七堵卫生所 同时施打流感和新冠肺炎两种疫苗 左手打流感右手打新冠肺炎 让长者们安心跟着接种施打 张贤正也呼吁符合资格接种流感以及新冠肺炎疫苗的长者和民众 带着健保卡身份证以及新冠肺炎疫苗黄卡 就可以到本市51家合约医疗院所以及128处社区接种站接种 那在流感疫苗的部分我们今天第一批开始 除了我们65岁以上长辈之外 另外如果我还没有满65岁 但是如果我有慢性疾病重大的慢性疾病重大伤病 或者是罕见疾病 那这些我们今天都可以开始来打流感疫苗 那其他的年纪会陆续开放 另外在学龄前幼儿 幼儿园还有学校 这些也都在今天可以开始接种 校园我们会进到学校来打 我们呼吁我们的阿公阿嬷 今天开始就可以出来接种疫苗 我们一只手打流感疫苗 一只手打新冠的XBB疫苗 就可以获得两大类的这些疾病的保护 符合流感疫苗接种资格的市议员张耿辉也跟着接种流感疫苗 而陆续符合资格经过卫生所医生评估的许多长者们 也都跟进卫生局长张贤正的呼吁同时接种流感以及新冠肺炎两种疫苗 所以今天煮两种不同的你也觉得这样应该做 都应该做 对啦 自己比较有信心一点 所以医生说可以打所以你就打两种就对了 对啊 相信医生啊 反正早晚该打的 保护先保护好自己 其实一大早许多接到通知的长者就已经陆续到七堵卫生所门口排队 服务最热心的副议长杨秀玉以及市议员张耿辉 更是亲自搬水以及送水给长者们 以及卫生局的医护人员和志工 方便接种疫苗的长者民众和工作人员都可以补充水分 在这边就是呼吁乡亲要多戴还是要勤戴口罩 然后就是要勤洗手 最重要是到公共场所最好是戴口罩 因为这个你知道这种病毒是很可怕的 它是口末传染的 所以它到底在哪里我们无所不在的 所以我们还是要注意这些小细节 为了保护自己也亲友的安全的话一定要配合来施打 施打医一定要来施打 那也在这边也呼吁我们所有的市民的话 你有咳嗽的话务必你要戴上口罩 不要传染到其他的人 那大家一起守候守护自己的健康 此外往年需要年满71岁才能接种肺炎电球菌疫苗的长者 今年10月2号开始曾经自费接种过肺炎电球菌疫苗 打一只一只手打两只总共打三只针 所以我跟大家阿公阿嬷说 欢迎我们今年六十五岁就能煮肺炎疫苗了 这是因为较适合 我们就要让大家煮更好的 先煮更好的 配合中用的时间 不要乱去 所以我们就叫同地 有的人10岁就开始来煮肺炎疫苗 有的11岁就没有人11岁来保住肺炎疫苗 好 所以我们鼓励大家 站出来煮流感疫苗跟新冠疫苗 时间到的时候煮肺炎疫苗 基隆市卫生局表示 65岁以上长者只要接种完任何一种疫苗 就可以领取实际的快筛剂 如果完成新冠肺炎XBB疫苗接种 可以另外获得500元超商礼券 打疫苗保健康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你很明显 你很愿意说 我每一个人都开吓 你很愿意说